《三国时期的命运悲惨》 群雄纷争的时代 但《三国时期》不仅有无数的英雄人物 同时也有很多的绝代佳人 当我们仔细看《三国》的时候 就会体会到 《三国》中有很多的女子 因为各种的外在或者内在的因素 最终导致自己不能善终 甚至能为历史的棋子 这些女子的不幸 令无数人感叹不疑 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 来寻找这些命运不计的女子 让我们和这些女子 一起来感受一下 那个时代的是非恩怨 首先 小编先给大家介绍两位女子 各位应该是特别的熟悉 她们就是刘皇叔的两位夫人 甘米两位夫人 作为刘备的夫人 可以说是饱长各种困苦 因为刘备在去西府之前 一直都是到处漂泊 而刘备也是经常把自己的夫人抛弃 每当刘皇叔遇到危难 总是抛下夫人仓皇讨命的 以至于刘备的夫人 好像经常会落到他人的手里 比如关羽的过关斩江 其实就是为了护送刘备的夫人 由此可见 刘备真是把一句话 用自己的行动做到了极致 那就是兄弟如手足 女人如衣服 接下来 小编再给大家介绍第二个女子 她是刘备的另一位夫人 而这位夫人身份也是极其的高贵 她就是孙权的妹妹 而这位孙夫人的命运 比甘米两名夫人更加的悲惨 她之所以嫁给刘皇叔 完全是一味政治的目的 当时 孙权是为了杀害刘备 扩大自己的势力 于是 想方设法骗刘备到东吴 孙权首先想到了 用自己的妹妹做诱饵 后来刘备到了东吴 在诸葛亮和赵云的安排和保护下 排除万难 最终让孙权陪了夫人又折兵 而孙夫人完全成为了被利用的工具 但后来 东吴和刘皇叔的关系恶化 孙夫人就被孙权接了回去 以后这位孙夫人再也没见过刘皇叔了 最终孤老而死 展开全文最后 小编再给大家介绍三国时期 堪称最悲惨凄凉的女子 那就是刘安的妻子了 这件事情各位应该都听说过 当年刘备为了成就大业四处打拼 而其中为了躲避各种追杀 导致到处漂泊 有一次 恰好逃到了刘安家 刘安家境贫寒 没有事物招待刘备 而刘安做了一件令所有人不可置信的事情 那就是杀死了自己的妻子 用妻子的肉为刘备做饭 而且刘安还声称是狼肉 令人无比的震惊 但后来 刘备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 也没有感到内疚 看来刘安和刘皇叔的理念是一样的 女子真的如衣服呀 这几位女子 没有享受过世间的繁华 只有经历过悲惨的一生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刘安家